阿勒丘姐姐 你要是不满意我 讨厌我 你可以跟我说 可是我肚子里的只是个孩子 你为什么要对我的孩子下毒手 土爸 五郎中 说 是 三天之前 阿勒丘夫人来到小的药铺里 抓了一副打胎药 给了小人这些黄金 叫我不要生长 之后我也奇怪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阿勒丘夫人 是想对阿赵夫人下毒手 老夫人 我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阿勒丘夫人抓药的时候 什么都没说 请老夫人明察 阿勒丘 现在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怎么又来了 阿勒丘又活着回来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怀疑我怀孕的事情有假 我猜这些天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那怎么办 完了完了 要不我赶紧逃走 别慌 你只要帮我再撒一个小谎 就可以反败为胜了 怎么做 等到了那时 他问起你我怀孕事情的时候 我就撒谎骗他 不 你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 为什么呢 只有这个样子 才能让他相信你 才能把他推上绝路 阿勒丘姐姐 他就算你一样 人谁无货 如今 孩子也没了 你就承认罪行吧 我会求老夫人 饶过你的心 就当是我们姐妹一场的情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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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巴 在 把他押进大牢 等牧宗回来以后再处置 是 阿雷修夫人 李宗盛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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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没了 谁都难受 先回自己的房里把身体调养好再说 阿雷修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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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肖曾经由您指挥 我也曾一起跟你并肩作战 那时候 我一直很敬佩佩 阿雷修夫人 我知道 阿雷修夫人和吐司大人成亲 你心里不痛快 可那孩子 阿雷修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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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包药喝下去之后 能将人毒牙 从此无法开口说话了 阿勒丘夫人已经关进了大牢 你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明天穆僧从兵营回来 他就会放了阿勒丘 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 这么多证据 吐司大人为什么要放他 以吐司大人对阿勒丘的信任 别人是不会明白的 你说我赶尽杀绝 我要真是赶尽杀绝 我直接下皮霜夺死他了 就是还念着他对我的情分 才没有下杀手 吴郎中 你别忘了 一旦被他翻盘 我未必有事 你可就不好说了 我就不该认识你 你 醒了 您的腿瘦伤了 在后山我看到你晕倒 就把你救回来了 多年的腿疾 这是绿江吗 是 你是行伤的 不 有力 你的腿伤得很重 应该常年留在家中啊 百年匆匆 与其坐在家中化作枯骨 不如臣有生之年游历天下 磨练心智 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唉 这是我配着的药 喝点吧 多谢大事 叫我多急 徐鸿祖 阿赵夫人 阿湘啊 这是去哪儿啊 这是送去牢房 给阿乐丘夫人的 阿乐丘夫人 就算身在牢房 也是吐司夫人 可不许可口饮食啊 不敢 放边上让我看看 好好好伺候着 可不许怠慢 是 去吧 诸位 牧僧少爷去军营之前 特地吩咐我 要我照顾好阿乐丘夫人 没想到她走没多久 夫人就被关进大牢里面 你们不觉得这很蹊跷吗 阿虎统领 您的意思是 现在的行动 闯进大牢 救出阿乐丘夫人 这不是造反吗 如果今天晚上 阿乐丘夫人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怎么向吐司大人交代 我和你们商量 是看得起你们 我既然把话说出去了 在场的都必须有份 谁要是不答应了 先问问我手上这把刀 可是府里图巴大人的亲位 他们可不听您的 谁要是吗 不能把刀子打开 出来 人家 Bau 宫 把刀子打开 土八同领 阿虎同领 土八同领 出事了 出事了 在丽江城内发现刺客 和卫兵发生冲突 我说明保护不服 无法出府 怕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际 你说得对 防止调虎离山 你不能去 冲突在哪儿 我带人去 城东石桥 护主不服 是 走 土八同领小心 冲突 医生 屹伍 工厌 工厌 家 工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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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comfortable 阿赵你要小心 他和你不是一路人 我怎么现在觉得 你有点危险 是吗 也许只有危险的人 才能活得更好吧 不得劲儿 回府 是 阿虎 夫人 永宁我救您出狱 立江还要再来一遍 赶紧走吧 土巴马上就到 为什么你要劫狱 我不知道是谁害您入狱 但是那个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吐司大人明天就回来了 今天晚上是个最好的机会 夫人 如果您不愿意走的话 那我就等土巴砍了我脑袋 好 走吧 阿虎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先离开幕府 等明天吐司大人回来之后再回来 走吧 出发 夫人 怎么了 我自己知道这腿啊就快不行了 多休养还能保住 休养也没用 我自己知道这腿啊就快不行了 我天上奔芒的命啊 大师 大师 救人 快救夫人啊 阿拉求人 快快 慢点啊 夫人 慢点 来 坐 来 坐 来 坐 来 怎么回事啊 我们家夫人突然发病 还口涂鲜血 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 突巴大人 有几名护卫骑马出东城了 给我追 是 等等 无论如何 千万不能删到阿拉求夫人 明白 阿虎啊 阿虎 难道你担心今晚有人 对阿拉求夫人不利吗 然后 我让士兵骑马 出东城 引开追兵 我带着夫人走小巷 才逃到这里 大师 夫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这不像是病 像中毒 毒 什么毒啊 我对疾病还是有些了解 可对这毒实在是不熟悉 不知道她中了什么毒 无从下手 我恐怕救不了她 大师 我们家夫人会不会 她不会死 可是 恐怕她不会说话了 大师 大师 这怎么行啊 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家夫人的大师 我不知道她到底中了什么毒 怎么救她 之前 她到底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站住 大师 大师 你让她把嘴张开 把舌头伸出来 张子 是不是 她的舌头有点发虑 是有些发虑 你知道我们家夫人中的是什么毒 那年以前我喝过毒泉 症状和这一样 然后呢 然后是当地人用土方救了我 什么土方 我现在就去药铺抓药 不用去药铺 你去找些牛乳和鸡蛋 然后准备温水 放少许盐 先把盐水喝下去 喝下吐掉 反复三次 之后 用牛乳混合蛋清大量服下 这样能解毒 你再犹豫人就耽误了 好 好 我现在就去找牛乳和鸡蛋 大师 麻烦您照顾一下我们家夫人 我是一个外地人 腿都这样了 我不会伤害你们家女主人的 快去吧 你再说一遍 阿虎统领昨夜 率领手下 从大牢里救出阿拉丘夫人 至今下落不明 我才走了一天 阿拉丘为什么会进大牢 阿拉丘夫人给阿兆夫人下了打胎药 阿兆夫人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了 阿拉丘不会干这种事情 你的人还没找到他和阿虎 昨夜出城的护卫已经找到了 可阿虎和阿拉丘夫人不在 他们说阿虎和阿拉丘夫人 没跟他们一起出城 为什么 因为 说 因为阿拉丘夫人刚出门 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是 你们这下知道 为什么阿虎要救阿拉丘了吗 有人要对他下毒手 要不 我派兵全程搜查 不行 金矿的事情 已经让民心浮动 不能在火上浇用 否则会出大乱 你派人暗中调查 如果有什么消息 你们立刻 我大概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大人 大人 吐司大人 您总算回来了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里 夫人呢 夫人身中剧毒 怎么样 武泽 阿拉丘 阿拉丘 没事了 要不是这位徐先生 和多吉大师救治 我怕是已经变成哑巴了 要方是这位徐先生提供的 我没帮什么忙 来 阿拉丘 来 阿拉丘 慢点儿 吐司大人 怎可对我普通百姓行如此大礼啊 目府吐司也是 怎么不能对人行礼 更何况先生还救了我的妻子 不一样啊 什么不一样 吐司头人我见过很多 都身居高位 但能这样理贤下士的 就你一个 其实人与人之间 除了所谓的身份不同以外 并没有高地之分 幸悔啊 昨晚阿拉丘夫人跟我说了丽将的事情 麻烦大人 把金矿送来的那份文书给我看一下 你问他是谁啊 请问先生遵姓大名 姓徐 明洪祖 自赈之 徐洪祖 徐洪祖 原来是徐家克先生 阿拉丘夫人猜得没错 我一个乡野村夫 大人居然能够知道 我一向仰恶中原文化 更何况先生这些年 游历大江南北 足迹踏遍天下 如此其人 我怎能不知 恭维话不急着说 您的金矿不着急啊 先生这是 难道徐先生觉得我的金矿 还有救 有没有救 我也不敢肯定 但你总得让我看一下 金矿送来的文书 才好判断 奶奶 土八说 你一回来就去找阿乐丘了 是 找到了吗 找到了 那你现在找我 想和我说什么 奶奶 金矿或许有救了 你说什么 我在多吉大师那里 遇到了徐侠客先生 徐侠客 是 奶奶 徐侠客先生 是一位当事奇才 一生游历天下 见多识广 而且对各地的严顿矿脉 都有研究 我已经把金矿送来的 告急文书 给徐先生看过了 他怎么说 从这份文书看 还不能确认 我必须去一趟金矿 或许还有救 不行 母府金矿 乃是我们的依仗 怎么能随随便便 让一个外人知道方位呢 奶奶 徐先生不去 金矿就是一座废矿 但是金矿已经枯竭 他去了又能怎么样 他不是神仙 不可能再替我们 变出金子来 他说有希望 就还有一线生机 孩子 你凭什么相信 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呢 奶奶 我是没有见过他 但是神往已久 他真的是一个奇才 一生游历天下 见多识广 他说有希望 我相信有希望 奶奶 这种爱情 棄矿要是真的枯竭 令香可就完了 那你打算 让谁陪他一起去 这件事情 关心母府存亡 我亲自去 安全呢 徐先生的事情 知道的人很少 不会泄露机密的 你也别忘了 金矿枯竭的事情 已经被泄露了 而且这泄密者 我们一直都没有找到 这次知道的人更少 不会有事的 万一泄密的人就在你身边 怎么办 来啦 喝茶自己倒 兄弟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 是你把金矿的事告诉我 我已命人把消息传开了 现在丽将的民心 都已经乱了 还有阿勒丘坐牢 你把他救出来 这件事你做得也非常好 救阿勒丘是我自愿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这么想也可以 跟我说说吧 牟增下一步怎么做 牟增 要和一个叫徐霞克的人 偷偷地赶往金矿 这次青矿之行 神不知鬼不觉 不会有危险的 带上大军 不行 现在丽将民心混乱 大军不可轻举妄动 我带几个护卫速去速回 不会有人发现的 那还有谁跟你一起去 徐霞克先生 阿虎和几个护卫 还有 还有阿勒丘 别忘了 阿勒丘刚打掉阿赵肚子里的孩子 又逃出大牢 这是重罪 奶奶 这件事情有蹊跷 等我查清楚了再 关键大牢重新在身 不行 这是规矩 昨天晚上有人给他下毒 差点毒压他嗓子 什么 这怎么会 奶奶 您不会没有发觉吧 现在的幕府 可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 感觉府内府外 都有人在计划的阴谋 府外的阴谋 想要幕府灭亡 府内的阴谋 则是针对阿勒丘 那也仅仅是你的猜疑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这次新况之行 阿勒丘必须随行 等我回幕府之后 我会亲自查清 究竟是谁给阿勒丘下的毒 而且我绝对不会相信 阿勒丘给阿赵 下了打胎的药 这件事情 我也会一查到底 奶奶 我走以后 请您开始帮我排查 昨天晚上的饭菜 究竟有谁碰过 穆僧少爷 要带着阿勒丘夫人离开 是 去哪儿 没人知道 听说昨天晚上阿勒丘中毒了 好像有这么回事 结果呢 他没事吧 据说被治好了 他进牢房后 只吃过你送的饭菜 要下毒的人 也只会是你 不是 我没有啊 阿赵夫人 我没有 那你仔细想一想 那天 除了你动过饭菜 还有谁呢 没有了 做财前后我都亲自看着 没人动过 阿赵夫人 阿湘啊 你这是去哪儿 这是送去牢房 给阿勒丘夫人的 放边上让我看看 去吧 你想起什么了吗 没有没有 我是妹妹想起来 要控制幕府 执掌权力 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为了这么伟大的目标 总得有人牺牲 对吗 但是我该走了 多谢救命之恩 你真的要去金矿 你知不知道 你的这条腿 已经算是病入膏肓了 如果从今天起 细细修养也就罢了 如果再继续劳累远行 恐怕你这条腿 真的要废了呀 但是 我喜欢明山大川 可我更喜欢山水间的人 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 丽江如果没有金矿 人心就会大乱 而且 那个永宁的木龙 很有可能就此发兵开战 我不喜欢战争 现在我有机会 阻止这场战争 我一定要尝试 丽江的人几乎和你素不相识 不管认识不认识 只是民族不同 但是我们都是大明的子民 我们是兄弟 告辞 是不认识的 无认识吗 是也不认识的 所有人都会任何事 行是 习近平 金矿已经枯竭 应该汉人到那儿去干什么 牧僧这是被逼极了 他这是死马当活马医 阿虎 这次去金矿是你带队吗 是 你要找一个机会 把牧僧 还有那个徐侠客 全都给杀了 你刚才自己都说了 金矿已经完了 你为什么还要杀他们 这你就不懂了 金矿已经枯竭 这是攻打丽江的最好时间 是 方文章 在你的火车里 此情细 是 一个 你以为是要是不杀他 那我就杀了阿世仪 你别忘了 阿世仪在我手里 他的死活 由你来决定 驾 先生 咱们坐下歇会儿吧 好好好 阿谷 放下刀 不 你要是想让这个女人活命 从今以后 你一切都要听我的 跪下 不 不要我 我 来 来 先生 坐点睡 来 来 给 杀进大佬救助阿拉丘送回丽江 穆赠和阿拉丘才会信任你 才能把你留在他们身边 从今以后 你就是留在他们身边的耳目 走 阿虎 先生 阿虎 大人 你怎么了 怎么心不在焉的 我 慕增 阿虎他 阿世宇被害 他心里的伤痛 一定还没有平复 阿世宇没死 牡增大人 阿勒丘夫人 我骗了你们 是熹和 用阿世宇的姓名来威胁我 要我潜入幕府 我骗了你们 牡增大人 怎么了 我骗了你们 我 我 我是问 我们什么时候 能到金矿 天黑之前应该能到吧 吃点东西吧 想想说累了 找机会杀了牡增 还有那个鱼侠客 也不杀他们 我就杀了阿世宇 去吧 参见吐司大人阿拉丘夫人 这位是徐霞克先生 这位是金矿总管目罗 九样大名 先看看金矿吧 这 这 没关系 徐先生可以信任 大人 您这一路周车劳顿 也不急在这一时 先休息一晚吧 这 休息一晚也好 大人 夫人 先进村吧 保护大人 这 不晓 这两天常有的事儿 真是传说中神兽在地下翻身哪 这阵斗连续几天了 三四天有了 是不是山里的蛇虫都在迁移 你怎么知道 大人 恐怕要有地震了 地震 什么是地震哪 这分明是神兽在地下翻身哪 明天一早必须下光 我担心地震随时爆发 旷多要是塌了 那就全完了 不疯啊 李泽 徐先生游历天下 见识极广 他说的应该不会有错 我们照办吧 阿虎统领 我看他瞧你的眼神 跟平常不一样 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 但在没有查明真相之前